猪肉炖粉条要像做的肥压不腻 粉条不会浑成一团 一定要记住关键的几个步骤 这样就可以做出晶莹剔透的粉条和肥压不腻的五花肉 准备一块10块钱一斤的五花肉 先把五花肉切成正方形 切好以后的五花肉先准备一口大锅 放在锅里 这里第一点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用热水下锅 一定要用冷水 这样可以出去猪肉的腥味 关键第二点一定要加一桶料酒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大火烧开 水开后撇出血沫 这一步是为了除去五花肉的异味 焯水三分钟之后捞出过冷水 第三点很重要 一定要把五花肉放在冷水里 洗干净以后控干水分 锅烧热后下入猪肉 这里记住第四点 不要加任何油 也不要加任何水 就这样干巴巴的炒 把猪油炒出来 炒出来的猪油盛出备用 再加入大葱八角姜片 小火翻炒一分钟 加入老抽生抽蚝油 有条件的可以放一包红烧料 五花肉翻炒上色 这里可以用大火 第四点很关键 一定要加温水 如果家里有鸡汤 可以加入鸡汤 再加入少许食盐和白糖 盖上锅盖 小火烧开 大火炖四十分钟 第五点很重要 一定要加入红薯粉条 而且这个粉条 一定要冷水浸泡三个小时 这样做出来的粉条会晶莹剔透 盖上锅盖炖二十分钟 开锅后大火收汁 好了 一锅完美的猪肉炖粉条就出来了 家人们看看还缺点啥 喜不喜欢放白菜呀 喜欢的赶紧点赞转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